水位暴漲直擊海嘯來襲 這就在日本石川縣沿海海水逆流湧入 水流左右狂搖晃 監視器鏡頭左右劇烈搖晃 這是下午4.6分規模5.7地震 但沒想到短短4分鐘再發生7.6強震 左上角的建築物直接倒塌 甚至揚起巨大的煙尘 因為最大震度高達7在金澤車站 也是一片慌亂 車站內的超級市場架上物品 一個個掉下來民眾超慌 到底要蹲下還是趕緊往外跑 劇烈搖晃也把車站變成災難片場景 水管爆裂屋頂不斷漏水 地板都是濕的 還疑似震度太強有地板直接裂開 警衛趕緊出來要大家離開建築物 現場警報鳴笛聲也一直響起 在旁邊的長野同樣很有感 哇 看到了 地震來時屋頂積雪紛紛落下 馬路上的電線桿也是超級晃 在室內長野的便利商店 不只包子蒸籠超晃 一旁的貨架也晃個不停 但在等結帳的外國人倒是相對淡定 還需要提醒民眾切勿掉以輕心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迷失 明日 消息 消息 土 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